先生,有在那裡排隊 通勤 哦,原來你是 這樣,這樣,這樣,這樣排的哦 那你是過月了 那是很實質的,那是沒有衛生的 大五輪工業區的工作狀況 由願望劇團推出的安樂小鎮 深入探索安樂區的居民生活品質 其實大家對於就是 自己住的環境 到底有哪一些生活娛樂休閒 都是很在意的 然後以及我們有一個大五輪工業區 其實我從來沒有去過 也是因為這一次的演出 所以我們才去拜訪 去那邊知道 我們有很多龍頭的企業都在那裡 對,那以及我們有兩條 國道高速公路 所以呢,通勤就會是 我們這一區的一個 很大的一個議題重點 長達八個月的社區共創過程 展現基隆各區的獨特魅力 欲望劇團感謝文化部 每核助館計畫的支持 帶領觀眾深入探索安樂區的 居住品質及通勤議題 這一次的欲望劇團推出社區劇場 是推出安樂小鎮 那我們其實在之前呢 也有推出過 人愛區飾演 蘭內蝦音 還有去年是 暖暖區的暖暖小鎮 對,所以這已經是我們第三號的 社區劇場的作品 那我們帶著七位的社區素人 然後以及三位的劇場演員 一起來完成這一次的舞台劇 哇,大家一定很難想像 這群素人演員 他們竟然可以演出60分鐘 完整的舞台劇 而且今年我們是選定了安樂區 其實也是我生長的地區 回過頭來看看我們所居住的地方 然後發現他的問題 然後我們可以怎麼樣 讓我們住的地方可以更好 透過戲劇深入了解我們的城市 我們的社區 探討影響日常生活的重要議題 為改善社區環境盡心力 歡迎有興趣的民眾 可上官網或欲望劇團粉絲頁 查詢相關資訊 記者蔡曉君 基隆報導